看来巅峰谷是妖邪诞生之地 本来就是个好严 但这齐无极 在山神洞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也并不知晓 我只知道当时百姓和瑞寿 仿佛一夜之间被他洗去了记忆 忘记了之前的种种 而从大陆回来的人 便将齐无极斩杀妖帝之事 传颂至今 这么说 这世上本无要挟 世人一直都被这个火炎做骗了 直到齐无极杀了大山神 将他变成了这世上第一只药 而那些从巅峰谷逃出的瑞寿神灵 被世人所误解 五百年来沧海桑田 也都变坏了形态和心性 那双生元神诅咒的事 是不是也因此而起 或许吧 可能还跟大山神的双生鹤有关 汪时如过眼云烟 真相究竟是什么 还得你们继续去探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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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